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到底在讲些什么?开始之前,请大家按下订阅跟赞! 在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收到通知哦!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了,在佛教中有收到极大尊崇的经典法华经,也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 这部经典,现在是哪里来的呢? 这部经典呢?其实是台湾的印度,但是是有一个归芝国的一个出家人,叫做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 那这归芝国是哪里啊? 这归芝国啊!其实对应到现在的地理,就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那一带的地区 那这位纠摩罗什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被各国的君主都争相奉请为国师 因为他的修为非常的高!他翻译我们的佛经无数哦!他对佛教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哦!他的生活!他是喝酒吃肉的哦!这个喝酒说是他的日常生活!而且根据记载!他有十一个老婆! 一个是其中一个皇帝塞给他的原配!另外十个是后勤的君主,塞给他的十个老婆! 那当然有人说这十个老婆,都是妓女出生的! 当然舞女跟妓女,这个其实他的界定是有很模糊的啦! 那他也生了,好像也生了蛮多的小孩!至少两个以上的小孩! 那如果把我们把纠摩罗什,这位仙师按照现在对出家人的戒律跟规范 那他是不是已经犯下了所有该犯的戒律?而且他应该下地狱呢?如果当时没有以史名字坚守戒律 他是不是应该下地狱受很多刑罚吗?当然没有!那如果没有!那就代表是说这世间你的公果跟罪业 根源是在你做什么?而不是在什么?你吃什么?或你不吃什么?各位说对不对呢? 有的是说啊! 纠摩罗什,他是被逼的娶老婆,被逼的生孩子,被逼的喝酒吃肉 其实这个有点矫情啊!怎么说呢? 那玩意儿长在你的胯下! 对不对?塞给你的女人脱光光,你东西不塞进去 你能生小孩,你能破色戒吗? 不会!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意愿,你就没办法硬嘛! 对不对?那既然硬了,既然还解身了 不要说是被逼的,好吧!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要面对自己的一个真性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跟佛法 啊老师这也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戒淫啊!就是我们不要有性行为,或是不吃肉 这个是成佛的基本要件了 那如果不是,那有人就说他这个就是造恶业,恶趣 你要下地狱,你要受刑罚 因为你杀身,你迫害! 那老师可以这么讲,如果这个是真的 大家不要信佛 为什么?绝对跟大家讲,遇到老师讲,你不要信佛 信佛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信佛的很衰 因为不信佛,你可以上天堂 你娶四个老婆,你可以上天堂 吃牛排也可以上天堂 那为什么你信了佛吃肉就得下地狱? 休息人有信行为就得下地狱 这是这是对的嘛 吃然后吃肉后念佛,又是地狱中的地狱 那这个宗教真的不是好宗教 因为实色性也 别人做没事 你信了佛就出事 这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应该透过什么? 透过学习 透过自己的修持 让自己不要过于放纵 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 不要过度在肉欲上 我们适量就好 任何东西适量都是都是最好的 你放纵过度就是不好的 所以说如果功德罪业在于你吃什么 却不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怎么做 那这个戒律跟屎尿没什么差别 老师身为为三戒办事的老师 就敢在这里抚养无愧的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心怀慈悲的少肉多菜 但是不要心怀恐惧的 持守戒念佛 只要你每一句的念佛念经都充满了恐惧 那你离圆满跟欢喜 这很大的距离 各位,永远绝对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成佛 绝不会因为你不吃什么而成佛 这个是真实在真实不过的事 好,那我们回到重点 今天我们讲讲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 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智慧给我们呢? 普门品 他的全名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在这个品中,世尊也就是我们释迦摩尼佛 他要跟我们开示的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各位,我们这个视频不会跟各位逐句的说明每一句经文跟记言 而是会照这个普门品他的精神 你跟大家做大方向的说明 因为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我们不应该去拘留在字句上 因为如果是足趣的跟大家说文解字 那就没有思想引导的用途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思想就被文字所限制住了 大家就开始争论 哎,这句话佛说了什么? 这句话佛没有说过 然后就变成什么? 佛法变论善 那就不是佛法的真谛了 就说是吗?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普门品 并不是在世尊与阿罗汉们讲解法华经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无敬意菩萨 也就是伏敬意罗汉 当时是罗汉来问世尊说 哎,到底什么是观世音菩萨? 不然你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大家认识认识,什么是观世音? 所以世尊就跟大家说 这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呢? 就是你无论你遇到什么状况 都可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不用担心 不要害怕 遇到任何状况 只要你诚心的供念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温圣旧苦 无论是你遇到了任何困难 包括说天灾地变 或是你想求子 你想求女 你都可以呼唤观世音菩萨名字 这样观世音菩萨就会给你一些扶持跟功德 或是你心情的愤怒 或是你的六欲实在难忍了 欲望实在快喷发了 这次感觉很痛苦了 想要平静或是你遇到的问题 百思不能奇解 也可以都送此什么 难莫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过来 来帮助你消灾简难 扶持你度过各种难关与痛苦 那观世音菩萨怎么来救的 是从天上飞下来 哎呀 观世音菩萨显真生了 啊,往下方来 还是是说 哎呀 今天在佛前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突然站起来 然后从神坛上走下来 告诉你怎么解决吗 还是会在你悲伤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你前面 给你拍拍抚慰抚慰呢 想当然了 这是不可能的 任何高僧大德 上人居士 念一辈子的观世音菩萨 都不会见到观世音菩萨 哎 他在路边在帮助那个人了 啊 有可能吗 不会 那既然观世音菩萨从来没有大家看过 观世音菩萨 那又怎么能说 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呢 没出现你怎么救人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的精神 跟重点所在 在普门品内 这种世尊就开始了 观世音菩萨 总是化成你需要的人 来给你帮忙 如果你需要听到一句金玉良言 可以开悟 那观世音菩萨就会来过来 帮你讲出那句话 让你开悟 如果你需要一件事让你顿悟 让你知道让你明白你想了解的一个真理 或是你这个节要打开 观世音菩萨就会化身做成那件事的人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 只要你呼唤他 他就来帮我们 但是是给我们需要的 而不见得是给我们想要的 怎么说呢? 例如有一个人穷困潦倒 人越穷越遇到困难 就需要什么? 哎呀 给我出名牌 几十年前台湾大家乐 六盒彩 然后爱国奖 决到现在乐透彩 大乐透 威力彩 什么都有 这么多彩 他说 哎 出点名牌吧 不敢要求我投奖 哦 二奖三奖四奖都好 好 你只要让我中 解决目前难关 我会把剩下都捐出去 没有人会这么想吗 肯定 这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人都会这么想 对不对 那在开始念关心 不在关心不在 帮帮我 那么关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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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不在会不会突然给你出个名牌 啊你要签二十五、四十五、八十八 不会 他不会给你名牌号码 他为什么 划上你身边的人来告诉你 哎呀 不要想这么多 我们还是把公 找个工作 养家活过 实在 或是有人就啊 不然你来我这边工作 或是你去那边工作 帮你介绍工作 又工作实在 我们至少我们现在困顿 没关系 我们用我们的劳力 至少可以换取我们 我们盘中孙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哎 这个就是关心不在会 划生 你现在不应该要的迁堵 你现在应该是要的是什么 面对现在的事情 我们来做努力 绝对不会是让你逃避啊 前怎么乐透才去逃避 或是有的 他即将犯错了 他可以换 化生成一个贵人 告诉你 这个事情不要做 网法条条 你这个事情做不好 然后就在一起 对不对 所谓化生 就是这样的 化生不会是像什么 电视剧里面演的是说 砰一声 关心不在变成你认识的人 然后跟你讲完之后 砰一声 又消失 当然不会啊 而是关心 他会给你各种机缘 让你听到 看到 或是感受到 那你有机会来改变 或帮助你成就 无论是你要成就事业 你可能需要一个idea 关心不上 你受持关心不上 有个机缘 你知道这个idea还不错 成就你的事业 或成就你家庭美满 啊 哎 纵持关心不上 必靠啊 这种感应到 原来我应该怎么样对待我家人 所以说 我的家人就可以家庭美满 或者我该怎么面对这感情 怎么面对亲子的关系 怎么面对婆媳关系 怎么面对这家庭 种种一切 给你一个智慧 或者有透过其他贵人来告诉你这些事情 那你家庭美满 有些人就什么样 他可能就需要这么样的福一把 他就可以度过这个心理类的苦 啊 有时候是心魔 不见得经济 有时候是心魔 有时候感情 有时候是公民 想求这个公民 求之不可得 有时候你单纯就是很迷惘 很痛苦 所以这里世尊就很明白的开设一句话 既然众生皆可成佛 为什么? 因为众生原本就是佛 那来帮助你的 给建言的 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让你身边的人 那你所或是你遇到的事情 或是你感受到的感觉 都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说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乐于助人 口出善言 多行善举 那我们其实就是别人的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力量 也会在我们身上去应行 所以是说 为什么世尊在里面就讲过 念比观音力 众远惜退善 妙音观世音 范音海曹音 圣比世间音 事故虚常念 念念乌圣仪 观世音近圣 与苦恼者能为作医护 举弃功德 此言是众生 伏去海无量 事故 因顶礼 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心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乐于助人 口吐莲花妙语妙言 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观世音 也能以观世音的心态不恶 也就成就了我们自己的观音法门 因为只有你心慈悲了 行为充满善意的 嘴巴说的是善言了 那就是大功德 《仆明评》里面讲到钱能买到的功德 极其有限,因为你只能帮助他一阵子 不如你吸你的菩萨心 以你的菩萨心 去感动别人 去帮助别人 让人家了解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思想 怎么样去成就 那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道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佛法 他从来就是一个心法 念佛号 念佛经 念的是心 所以佛教中 其实有一派叫做禅宗 禅宗是怎么样 他只传心法 不是传那个书本的语法 比如说什么 六祖惠能 他说悟出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忍尘埃 如此一样 六祖惠能 受到五祖的一脖子托之后 他流浪到江南 跟着谁?跟着猎户 也就是一些打猎的人家 去打猎 喝酒吃肉 啊 捕动物 杀动物 卖皮 毛卖肉 这样子 六祖惠能 会不会下到地狱去? 你竟然杀生了 喝酒吃肉啊 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佛门弟子呢 对不对? 不会 因为六祖惠能 他虽然身体是百姓衣 吃的是酒肉 但是他依然传递佛法 使得明心见戏 所以说 再次证明 佛法是你想什么 做什么 而能有所成就 而不是你吃什么 不吃什么 你就大智慧 然后必能成佛 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曾经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就回答是说 因为揪摩罗史他的攻击 因为六祖惠能的功德 大过这个吃肉的恶业 所以他能够成佛 好吧 就推一万步来说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这个功果可以这样赌账 可以这样抵账 不是用抵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可以抵 好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那我们何必害怕戒律 不如我们多行善举 口说善言 不就可以保底可以成佛吗 修法是什么 佛法就是观自在 首要就是观自在 你能观自在 就能得阿罗多罗三秒三不离心 其他多的任何戒律 都只是作简自幅 你不是因为思想 不是因为明是非 你是因为害怕戒律 而不去做某些事情 那这样的戒律 就让你生出更多的贪嗔痴而已 对不对 因为贪嗔痴 这三个字就很在意 是什么 你因为恐惧跟害怕 而散散出来的无上烦恼心 好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够福音满满 逍遥之在 新朋友记得按订阅 老朋友记得按赞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 好朋友回顾 如果你需要老师专业的命理咨询 这里有老师联系的方式 可以在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